看韓劇怎麼能不吃炸雞呢 不過這個炸雞可是非常特別 它不是用炸的 是用烤的 料理的像是炸雞的烤雞 強調低卡健康 100克才139卡 多吃幾塊都不嫌罪惡 醃製48小時的雞塊鋪在烤盤上 仔細算一算 雞腿 雞胸 雞翅膀 這可是一整隻雞 原味的烤雞特別撒上玄米粒 220度送進烤箱15分鐘 慢慢的 慢慢的 在烤箱中變得金黃 一打開 哇 香味剝鼻 讓人猛吞口水 會超越炸雞的口感 脆脆的烤箱 想要口感更重一點 就不能錯過BBQ口味 韓國辣椒粉加上不能說的 BBQ獨家配方 雞塊在醬料中打滾了好幾圈 每一口都是又甜又辣的青春滋味 BBQ醬的味道 跟一般的辣椒醬不太一樣 裡面我們加一些成分 像有一點甜甜的味 辣辣甜甜的 辣椒粉 像其他國家的 也韓國的 一開始吃有辣的感覺 但是這個辣的感覺 能不能夠永久性 是一開始吃 然後最後吃掉 還是有辣辣的感覺 這個就是韓國人在吃飯 最後享受辣辣的那個美味 別看這料理師傅手腳俐落 韓國大叔可是有練過 來台灣之前 他是亞洲拳擊手冠軍 現在改賣烤雞 但不用日理萬機 因為平日一天只賣120支 賣完就收工了 韓國餐廳並賣了辣炒年糕 最重要的獨門秘訣 還是在醬料 吃太多紅醬 可以來一道小吃清爽味覺 最有韓國媽媽家鄉味的海苔飯糰 在韓國路邊小吃店 都是客人自己搓 芝麻 鹽 麻油 再加上鹹脆的韓式海苔 剛好一口一顆 參觀5000萬人口 其中賣烤雞炸雞的有3萬家 不必飛到韓國 在台灣就能吃到原汁原味的 韓式烤雞 吃在嘴裡 連一滴醬汁都捨不得留下 記者洪淑芬王維台北報導